大概的比较重要的地方大概几个啦 其实这个是我自己从那个VBA的实际上的实作经验里面 看到大概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会有资料从网络上把它捞下来的话 那会有至少会有三种方法 那这三种方法 其实也是我自己就是把它整理归纳 那里面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用那个Yahoo股市的那个股市资料的话 我们是用那个什么呢 从Excel里面它本身的那个功能资料里面呢 从Web这个功能 那从Web这个功能里面的话 你当然可以把它用录制聚齐的方式 不过它这个地方当然 它这个从Web呢 基本上是从那个网络上面去捞什么 捞Table Table就表格 也就是说你那个网页里面一定要是表格 它才能够帮你下载 那它利用的物件就是叫一个Query Table的一个物件 那那个物件呢 当然优点就是说它很方便 而且很简单 你可以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把你要的表格给汇入下来 比如说我们假设啦 因为它这个首页 你会发现它一连直接打开 奇怪为什么感觉很像IE浏览器 没错 它实际上就是把IE浏览器迁入到Excel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打开就是IE浏览器 那这个地方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的IE浏览器版本比较旧的话 它也会有跟那个就联动的 所以如果你的版本新跟旧有些时候有些网站 旧的IE浏览器打开会乱掉 那你可能就要更新成新的版本 比如说像那个我们这边的话课程导览 像我们这个课程 因为下一期课像这边 下一期上课的话呢 因为我们进阶通常我会把它那个 就是说下一期进阶我就暂时没有开了 那只有开进阶 开出阶 所以你会发现出阶 那目前看起来 这招生状况还是我出阶的最好 因为已而满只有那个初阶的课 因为其实这个这个当然 目前来说啦 我是觉得以那个VBA来使用 其实很多人都有兴趣 但是你说要能够学到进阶 而且能够真的懂 其实还是需要很多的时间 因为这东西其实跟你的工作是有相关的 但是你要能够把那个你想的跟你要做的 其实把它结合在一起 其实还是有一个限制 那这个地方网页里面嘛 这个是一个表格 所以你会发现它这边可以打勾 那你可以按汇入 它就帮你汇入下来 但是这个方式的话呢 有个限制就是说 它有一些网站还是没办法下载 而且可能下载的效率其实还蛮差的 所以后来的话呢 我们又增加一个就什么XML HTTP物件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当然你除了可以下载那个 我们上个礼拜讲那个CSV 从那个中央台湾银行的那个外汇的网站 可以快速的把那个外汇资料下载下来 那其实只要把下载下来之后做什么 横向切割再纵向切割 那你的资料呢 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最后的话 有一个用IE物件去下载 OK那IE物件的主要就是说 如果有一些网路上的资料 它可能需要做一些点选的动作 像我们上礼拜提到就是那个 在我们云南百百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那个第八个单元 里面的IE物件 那其实我们是利用那个IE物件里面呢 去抓什么呢 抓这个上面有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基本上就是 其实蛮多网站 它可能会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你要捞它的资料 但是你必须要怎么样 去变更上面的下拉清单 或者是说你可能要下一个条件之后 按搜寻 那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应用的话 其实当然这个地方用IE物件 其实就很方便了 不过呢相对的 IE物件里面呢 你可能需要懂的东西 会相对的比较多 第一个呢 如何把IE物件放在Excel里面可以执行 OK那这个地方 当然我在这边有一些程式啦 你当然如果说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在这边可以找到 那基本上呢 怎么样把IE物件拿来到 那个这个这个VBA里面使用 其实基本上就这一行而已啦 就是set OK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set啊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在之前资料库的时候 在那个有个叫ADO的外挂 没有 我们有用到这些东西 set setIE 这个IE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取的一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呢 你可以取别的 不过我用叫IE 那用createupjet 那createupjet在那个我们的 那个Windows里面喔 有一个物件名称叫 InternetPro 就IE.application 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怎么样 把IE呢 载入到VBA里面 变成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可以让我怎么样 可以去控制IE浏览器 也就是说将来你可以把 你的网址 所以这边有个URL URLB 用byte的方式 把这个网址丢过来之后 那我去连接 连接其实就是在背后呢 怎么样 把这个连接连到IE物件把它打开 打开来之后 当然不过你可能要先知道几件事啦 就是说哈 可能你第一个要能够先navigate navigate就是说把它连到那个我要的浏览器 不过呢 那个那个网址啦 那浏览器要能够全部载入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这个地方 需要做一个等待的动作 因为如果当那个网页还没全部载入的话 你是没办法把它抓下来的 所以第一个你要先怎么样 让它怎么样 先等待它整个 比如说你载入它会这样 这个时候呢才ready 那我怎么知道它有没有ready呢 基本上呢你可以从这个里面 我这边有个do file 就是去等待 当这个IE的里面有一个属性 叫做ready state 不等于4 意思就是等于4的话呢 那基本上呢 它基本上就是等于是准备好 或者是它 或者是这个b 这个等于4的话 如果它不等于4的话呢 那基本上就是在等 等于4的话表示已经载入成功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边有一个application点位测 实际上就是怎么样 还是在等一下 等个5秒 这边有个time value 等一个5秒钟 为什么要等5秒钟 因为基本上哦 如果你直接要去抓啦 有时候哦 它虽然ready了 但是还是 最好还是让它等一下下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让它等一下下的话 有的时候还是会抓到空的资料 就是有时候IE物件它准备好 不等于说你可以马上抓 因为之前我是没有写这一行 你们其实可以把这一行路把它 注解就是不执行它的话 有可能会产生错误 那为什么是5秒钟哦 基本上我大概测试过了 大概5秒钟差不多刚刚好 可是如果说你将来呢 在抓资料过程 那奇怪为什么还是抓不到 那你可以把这个数字怎么样 再延后一下下 因为有的时候哦 这有时候还牵涉到什么 赤幅server端 有没有它的连线数量 或者它是不是比较忙碌 所以这个地方 那再把什么里面的资料 一个个去把它抓出来 那这个抓的方式 我是去利用那个tugname 就是我们表单上面那个 那个就是所谓的tugname 就是在浏览器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这边的基本上 这边你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按右键 这边有个检查 检查之后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什么 它的名称有没有 ID名称 实际上 将来如果你要控制它 你还要知道什么 如何去抓到某一个 画面上的元件 它背后的名称叫什么 你才有办法去控制它 那由谁控制呢 就是由IE软去控制 所以上个礼拜 大概有提到 有关这部分 那上一期课诊 有同学还蛮厉害的 他就是自己 把这些做改写 然后去抓网络上面资料 OK 而且用应用的还蛮好的 几句反正说它能够看到的 有些本来没有办法用 Qualtable来抓的话 那用这个方法来抓 基本上会更能够把资料抓下来 但是相对的 它的难度可能还是比较高 尤其是这个地方的名称 那我用的就是说呢 去抓第几个TD TD实际上就是网页上面的 所谓的那个 一个表格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表格里面 它一定是先什么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不过这个可能还是要 对那个所谓的网页设计 就是HTML 有一定的了解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一个网页的结构 里面一定有个 假设你是一个表格的话 你们要发现 这个是一个表格 里面的话会有个什么 TR TR是一列 哪一列 另外 TD的话指的是一个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 你可能要去算一下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把 这个网页里面的资料 能够抓下来 顺利抓下来 还要懂得HTML预计 然后呢还要去算 我们到底要抓哪一个 储存格的资料 所以我算完之后 大概第五个到第九个 是我要的 所以我把这些资料呢 全部把它抓下来 那这个也是上个礼拜 各位看到的 他就会一个一个的 帮我们把什么呢 本来他需要很长的时间 去把这些资料 一个台北市抓完之后 再去抓其他的 再抓什么 新北市 新北市一变更之后 他底下也会跟着变更 那你变成要抓底下的资料 要一个一个抓 其实可以用IE物件来试试看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我大概略讲一下 有兴趣的同学 其实只要怎么样 把那个我们在单元8的这个地方的练习档 其实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 这个练习档里面呢 再去把那个我放在云端上面的程式 把它打开来 那再开启这个程式 那记得就是把那个 这些应该都可以run 因为我上个礼拜给各位看到的那个 那个程式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放在云端上面的这一个 它的那个程式嘛 那你只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开启这个 这个练习档之后呢 那切到那个我们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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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的这个 这里面 其实主要是就是这几段 VBA程式嘛 Sub这一段 到这一段 另外顶多一个清除 所以其实你只要 做两个按钮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你就把这个 档案打开 然后呢 那我是建议啦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如果你懂得利用IE物件 去帮你抓 网页上面的资料 基本上应该没有抓不到的资料 尤其是很多 那个网页 它其实 也设了很多的 不能说保护啦 就是让你要做很多动作之后 才能看到结果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 用类似的方式来处理 那这一题的话 类似啦 就是 OK 那今天的话 这档案可能还要再 再等一下 那可能还在跑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接着继续来看那个 后面今天是最后一次啦 所以 主要是单元的第九跟第十这两个 主要是把那个工作表相关的把它讲完 然后再来讲什么 工作表的分割 那分割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呢 我们类似像 请各位把那个问题07打开来 第一个就可以看到这里下 有这么多个班级 我记得还有13个班级 那这13个班级 假设吧 模拟情境就是第一个 我希望 因为呢 这个假设是 一个全效性的资料 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些 这个档案 你要给每个班级的话 你不能 理论上应该不能把 其他班级的资料 也都给每一个班的导师 因为这样可能会有一些 别的班级的成绩吧 OK 所以假设啦 你是一个教务主任 那你今天要把资料怎么样 给他们的时候 第一个可能需要排序 我如果希望什么 假班 把它搬到第一个 已班放在第二个 OK 有个顺序 第一个我可能需要做什么呢 排序部分 所以我们在云端上 这边有一个程式码 你把它打开来 然后第一个可能我需要做什么 先帮我把它顺序排一下 那我们可以用那个 续折物件里面 有一张Move的方法 那怎么样做排序 比如说你在你的工作表里面 有这么多 13个好了 你希望按照你的 你要的顺序 当然不是用手动的 我们是用那个VBA的 续折物件里面的Move方法 那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帮我 按照我要的顺序排列 第一个 第二个排列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把它分出去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能够把它排完序 然后再帮我把它分割成一个 比如说一个假班 就放一个工作表 一个工作表变一个工作部 就变一个档案 总共有13个班 那就会变成13个Excel的档案 OK 那最好是怎么样 13个档案之后呢 如果说你还有那个班级的email信箱 比如说每个导师的email信箱 然后最好怎么样 你也可以呼叫那个outlook物件 自动帮你把这13个档案 自动寄给那13个导师 OK 那这个情境大概是这样 那最后可能这13个导师 他可能收到这些档案之后 也可能期末了嘛 那把资料填完 那13个导师又会把 这个13个档案又寄回来了 寄回来之后的话 你可能又会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要如何把这13个导师的这个13个档案 因为你要给校长看 或者你要给这个可能上级单位看的话 你需要怎么样 再把这13个档案合并成一个 OK 合并成一个档案 13个变一个 所以今天可能主要重点可能摆在就是 如何把工作表分割成工作部 然后再把工作部合并回一个工作部 OK 那其实比较简单 因为分割比较简单 但合并比较困难 OK 合并的话 我看了蛮多其他的书籍里面也有介绍到 但是那个每个作者写的 城市的这个都不太一样 而且有的写的非常的复杂 所以最后我自己想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怎么去做 因为我讲过了 我的逻辑至少就是什么 城市看里面越短越好 不过后来想写一写 好像有些地方还是不能省 那再来的话呢 越直觉 所以我用直觉的方式把城市写出来 所以待会请各位 先开启那个问题07 然后呢 也许上个礼拜的东西 IE物件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回头看一下 我刚刚主要是在我们的论坛里面 大概讲三个如何下载网络资料的方法 OK 不过因为一次上课要把这全部讲的非常透彻 其实真的有限制 但是因为我们课程时间有主轴 当然还有其他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略讲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自己去试试看 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讨论 之前还有同学真的就是自己利用我讲过的IE物件的这个范例 然后呢去抓网络上的其他的资料 真的有成功 而且还寄给我 我真的试一下 还蛮棒的耶 因为它是好像是台新的吧 台新银行 台新银行本身自己官方网站有放了很多资料 因为他每天都要去抓他们公司自己的资料 可是每天都要手动来一次 他觉得浪费时间 于是呢 他就用我讲的这个IE物件的方式 然后把他每天要做的 抓哪一个网站的所有资料流程 通通自己写一个VBA 所以他就是做完之后 然后他觉得很有成就感 然后还写了一封信 感谢我一下 然后呢 我觉得不错 我就帮他按一下 果真很棒 每个地方利用我讲的方式 当然它里面可能有一些 像网页那个HTML依法那个概念 可能如果你没有的话 可能你自己要去 稍微去找一些书籍来K一下 因为主要还是会牵涉到 你要去抓取那个网络的资料 那个原始码相关的概念 你可能还是要有 否则你会抓 还是会抓不到你要的东西 OK 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把上个礼拜 大家回顾一下 那如果细节呢 不太清楚的话 网络上这个影片 都还是在了 所以回去 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 一定要动手做 这东西其实有点点难度 但是这些东西 只要你能够掌握 其中的一两项 工作里面呢 甚至这个就是一个专业 那之前我们班有个同学 他本身就是做那个 帮人家接案的 那实际上当然你这些东西 甚至也可以变成一个你的专业 其实 在外面的企业现在不乏 就是说他每天都要抓很多的网络资料 但是他可能没有自动化能力 就必须要找一个人帮忙抓 那所以如果公司的 如果比较想法比较自动化 他希望改良他的流程的话 因为或许他就会有这种需求 找人帮忙去写 怎么样去抓网络资料的这种需求 那这种需求其实是存在的 甚至有同学可以拿这个来接案 但我是觉得 也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 这个开发空间的 OK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然后再试一下把我们的问题07先开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